家种在佐西的布农族厨石周文君 他是人人口中厉害的一家都是中扑山 父母亲离世之后 他决定继承爸爸的板斗事业 不过对于菜单这件小事 一直是他很重视的 因为热衷于布农文化传承 他坚持使用在地食材 希望可以透过料理来传达布农族的文化 还有布农族的传统饮食 奇异果 无盐奶油食材 非常丰富的放在桌上 根本看不出厨师要带来什么样子的料理 这是花莲 佐西乡中间部落的布农族 宗伯塞周文君 翁翁家的无菜单料理 鸡翁 鸡翁第一道菜 就先把鹿桥跟南瓜放在一起 并且最后还放上起司条在上面 看起来就相当美味可口 有别以往的菜色 让人看了眼睛一亮 翁翁说他非常喜欢 把现代的青食料理方式 跟在地的传统料理来做结合 用比较把传统的食物 加现代比较青食的方式 去改变传统的做事 不一样的新滋味 可是在新的创新过程中 还保留带一些布农族的一点点的故事 新盛代的翁翁说 其实在部落里面 这样的菜色 刚刚开始有很多族人都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都没有吃过 也没有看过 就像三四月盛展的剑笋 只有翁翁是用炸的料理 很多人只吃过炸金针 他们还第一次吃到炸建设 大家在部落嘛 就还是比较喜欢吃传统美食 就是比较可能 像 类似像什么 就大鱼大肉那种的 对 现在大家都比较提倡 天天五苏果比较养生青食 所以说就慢慢去稍微做调整 可是没有大量的去做调整 我怕现在这个居民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吸收 因为热衷于布农族文化传承的翁翁 所以坚持使用在地食材 希望可以透过料理来传达布农族的文化 以及布农族的传统饮食 更让来吃的人能够看见传统饮食 跟现代食材的火化 从将近在国中的时候 将近十五六岁的时候 我家去做外汇就开始慢慢接触 从接触过程当中就慢慢去 喜欢做料理 然后喜欢做料理过程当中 因为本身也是返乡亲 就发现部落的文化落差蛮大的 虽然文化落差蛮大的 我其实借由食材 借由料理去认识布农族 认识文化 也可以借由比较有抛转移的方式 让后代小朋友更有兴趣 或外界的人更有兴趣 借由料理认识布农族 满满的碎肉铺在玻璃碗里面 还可以看得到老人家爱吃的鹿桥 这样的料理方式还真是第一次看过 翁翁说把碎肉炒熟之后 就要跟南瓜鹿桥放进烤箱入味 先烤五分钟之后再撒这个起司条 我们先入烤箱 用传统美食来传达布农族的故事 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一直吃创新嘛 就是创新美食跟传统 用碎把跟创新合在一起 可是还是保留传统的意义 有一些是传承 创新的料理不只有一两道 翁翁从小看到父母亲 还有姐姐们的手艺 自己也培养出极具个人特色的料理 就连摆盘他也不马虎 摆盘的花草装饰都是自己所种植的 他把他的料理活化 并且也可以跟人做互动 这几年当中 我们把自己的基本功更稳固 然后再让自己的每道菜都有故事化 我们主在山上就娱乐为主食嘛 在设计的时候会分享说 我今年达到多少的山腔 分享包山功的时候 会分享多少山腔 我一个是用现代来讲 加一点七十条做焗烤 增加的新滋味 哦 所以其实都有融入一些比较新鲜的食材 对 对于创新料理 更希望创造传统文化的新价值 发挥当地部落的传统特色 融入地方的产业当中 振兴地方因为人口流失而没落的经济 使在外漂流的青年愿意再回到家乡 就是翁翁他未来所希望看见的 记者高双双 卓西湘综合报道